泰国泰PBS新闻网消息称 当地时间8月24日 泰国宪法法院受理了反对党质疑总理8月任期而提交的请愿书 并以5票对4票通过表决暂停8月的总理职务 直到法院做出最终裁决 报道称 宪法法院将在9月底前完成对该请愿书的审议 按照泰国宪法 总理任期不得超过8年 而自2014年8月25日 泰国国王签署预令任命巴玉为泰国第29任总理至今 已刚好8年 因此巴玉继续执政问题遭到了反对派强烈反对 另一方面 巴玉目前还兼任国防部长 由于该职位没有任期限职 因此他可以继续担任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及路透社24日报道 泰国宪法法院裁决总理巴玉停止执政 直至法院做出最终裁决 据联合早报报道 依照泰国宪法规定 总理任期不得超过8年 反对派认为 巴玉的任期应在今年8月24日届满 此前报道称 8月17日 反对党联盟171名议员联名上书议长川立派 通过他向宪法法院就8月8年大宪一事提起诉讼 8月22日 川立派签名后 遣人将诉状成递之宪法法院 宪法法院受理此案 路透社报道称 目前尚不清楚法院将于何时 对反对派提出的请愿书 做出最终裁决 他续心中的迷并 有请不清楚法院导致 是个续心中的迷并 有请不清楚法院导致 是个续心中的迷并